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健堂時間 那今天的話要來介紹一下這次的Battle Pass活動 就是他的獎勵跟整體有什麼改變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那主要的都是從這裡 挑戰任務的 每週沒有 每週是沒有的 每日任務 從每日任務這邊拿 那就是拿這個票券 那這次的話有一個非常棒的改動 就是他把他的需求量大幅的減少 也就是你不用按這麼多下了 反正就是他減少了 你只要按150下 之前要按1500下 雖然大部分其實都用點擊器 沒有沒有大部分部分部分沒有大部分 所以這樣子真的很棒 這個改動真的很棒 你就變得不用點那麼多下 也不用去開其他東西 對 那當然啦 也有些玩家是 我就一直點 一直點 一直點 點到手很痛 對 我就是那個一直點的 這手很酸 真的很酸 1500下 無告天 好 那就是 這樣 然後介紹一下這次的獎勵 這次的話開鑽要8000 要8000 等一下 我按到確定 好險我的鑽石不夠 真的 怎麼會 亂按 手鍵 好 那來講一下這次的獎勵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一般獎勵這邊大同小異就是這一格 這一格變成22年的四月Top卡 所以各位如果有四月Top卡的啊 趕快啊 可以準備啦 你如果有把握那張 真的有非常稀有到大家會去搶 像五車元 那可能 還有 還有希望吧 對就是五月的 那如果你沒有把握趕快喔 趁現在 或者是趁他最近如果價格有拉上去的情況 趕快出掉喔 對趕快出掉 不然到時候有可能會出不掉 這個會爆量 對然後這個都一樣 這個都一樣 那不一樣是什麼 不一樣是在這裡 那這次我先講一下這次的8000鑽 我覺得這次的8000鑽 整體來看東西有好一點點 但就是一點點 為什麼說一點點 大家就知道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被拔掉了 對所以我才說有好一點點 但是鑽石多了1000 所以還是一樣那句話 因為 千卡上面的那些真的很貴 所以你真的有缺金幣 這個還是要開 還是建議要開 那如果你不缺金幣 像我一樣現在在界線的 就是金幣隨便的 反正我現在已經在存金幣 要練更高卡接的這個情況 那你可能可以考慮 就是你如果真的金幣夠多 那就可以不要 因為這次少了一個東西 好S藥水一樣 LV20變成了兩個 上一期是一個 所以這期變多了 然後SS藥水也變多了 上一期是15個 這期是20 然後傳奇一樣 實藝一樣 S裝一樣 這個一定是陌生的 22年的5月 這個是新卡 22年的5月新卡 給了20張 那這時候大家就好奇說 那什麼東西被拔掉了 沒錯 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裝備職人乘以5 被拔掉了 有些人開Peddle Pass 是要裝備職人 所以如果你是有職人需求 你又不缺幣的情況 那你這次跳過 沒有關係 這次我覺得你就跳過 然後簽卡 這個就是這一整個系列 最重點的資金來源 開的好就飛 開不好就 就下去了 當然就下去了 對阿如果飛起來還有一個問題 看會不會有飛到一半 卡在空中的 所以阿這個 要會賣 要會賣 不然就是飛到一半卡在空中 要嘛就是你卡在空中 那你就等他 等他價格一直下跌 跌到沒有破額 然後再彈起來的時候再出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然後30億跟7加4 這個都一樣 好那整體來看 還是一樣那句話 每一次的Beddle Pass 基本上獎勵沒有太特殊的 都是那句話 缺資金就開 缺鑽石就不要開 因為現在鑽石有廣告 所以相對好拿 再加上 有些人又會課像 鑽月卡 之類的啦 加上先前的這幾個禮包啊 感覺都好像是在 在計畫這次的Beddle Pass 鑽石變多的這件事情 之前的禮包 都超多都給鑽石的 對 所以這次的結論 還是都一模一樣 每一次Beddle Pass的結論 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子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 咱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公眾的資料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拜拜